歡迎收看PookieBank理財學院 今天要跟小朋友們一起來聊聊花錢的觀念 要特地邀請到專家來到現場 今天呢 萱萱就要教大家買東西之前 只要記住三字訣 就是停、看、聽 就可以有效控制花費喔 那在這一集 我們一樣邀請到萱萱姐姐 來教大家存錢 必須先存在花 拿到錢之後 應該先存下你要存的錢 剩下的才可以花 那這樣你的存錢計畫 就成功機率百分之八十囉 理財投資也是一門很有趣的課程 邀請到的是 富蘭克林投顧 楊宜山亮晶晶姐姐 我們會建議 小朋友們可以從共同基金的投資理財 作為入門的選項 那一檔共同基金 他就會買很多好的公司的股票 分散配置 這就像說是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對 那如果再透過我們微笑曲線 有紀律、有耐心的投資 就可以創造獲利 那我們小孩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不只可以存到錢 其實還可以培養孩子的耐心 那這樣聽起來好像我黎巴菲特也不是夢了 是 你怎麼知道你的孩子將來不會是一個成功的創業的老闆呢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基金團隊的投資 我們孩子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投資方式 知道什麼是好的企業 那我想孩子們如果能夠透過這樣子 去培養他們更寬廣的經驗、視野 還有對社會環境的責任心 其實這些點子都可以運用到他們的創意跟投資 或者是說運用到他們創業的精神當中 也非常謝謝亮晶晶姐姐 謝謝 掰掰 大家好 歡迎收看Pokeback理財學院親子座談會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侯昌明 歡迎收看Pokeback理財學院 歡迎收看Pokeback理財學院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我 слушаю 我們晚上的主持人 看 我們會不會 我們一起看 我們的主持人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再次邀請到今天堅強的陣容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今天我們給予大家這些方向 也可以讓大家對於理財觀念 有更進一步的認知 再對於小孩子的一個教育的觀念 也能夠更成熟 希望將來小孩都比我們更傑出 謝謝各位 謝謝 下次見 拜拜 明年見囉 拜拜